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种等待等到最后 其实无所谓能不能等到 我觉得就是像人的一种希望一样 基本上是原作的颜格林小说的名字 我自己看冯婉瑜和丹丹这样的名字 是普通的中国名字 烟石这样的名字在文字上是有寓意的 它就是通过这个名字也有一种寓意 就是在其实在强调那种等待 强调认识不认识 你是不是还认识我 有这样的一层意思 我拍这部电影 这个归来呢 这个对我意味着是一种创作心态吧 我们说拍电影无非就是 基本上可以算是两大类电影吧 一类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艺片 一类就是通常讲的商业类型的电影 无非就是导演在这两类电影中去选择 归来对我来说是意味着一种安安静静的拍电影 不受干扰的 可能当时因为我也是没有学过表演 所以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内心散发出来的吧 当时会想到自己 如果说是我是一个舞蹈演员 我要没选上我的主角的话 我可能也会很伤心 所以当时就把自己放到角色里面去想 所以一下就有感觉 一下就控制不住就哭了 越哭越伤心 压力是肯定有的 因为毕竟我是从 当时还没有大学毕业就在拍归来 所以当时是面对这么多重量级的演员和这么好的导演 所以当时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导演还有演员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当时就把压力化成为动力 让自己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去努力 我觉得从演员们身上 还有导演身上不仅学到了关于表演的一些 我以前不懂领域的一些知识 但是更多的是学到了他们是非常好的品质 是非常好的导演也是非常好的演员 张慧文肯定是一个新人 那对他来说呢 能跟这些老演员在一起合作 去演绎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时代 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 我自己觉得完成得也非常好 他保持了他自己的个性 所以跟老演员在一起合作 相得一张完成得很好 对方的成功 我现在经历了一下 我成功的一次 我在设计时代表演员 我在设计时代表演员